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16章 一线疾病 大家已经看到了曙光对吗 学完一线疾病 我们再去学习脾脏 再去学习上消化道的出血 好像内容不多了 坚持住哦 好我们来看 考试分析关于一线 一线可考性非常强 考试会考到一线的解剖 一线先定性疾病 缓状一线一线异胃 以及急性一线炎 一线炎出现的并发症 一线甲性囊肿 慢性一线炎 一线炎考试都要求啊 好那来画一下本章的重点啊 好一线炎绝对的重点 一线甲性囊肿啊 也是重点也是重点 一线炎也是重点啊 这些是重点 次重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内分泌的肿瘤啊 内分泌的肿瘤 好 已经知道了 首先来说一下一线的解剖 一线在哪 一线在腹膜后 在第二腰椎的前方 对吧 一二腰椎的前方 好 一二腰椎的前方 它属于腹膜后的脏器 所以说它有病电和炎症以后 容易引起腰部的疼痛 腰部的疼痛 那还要注意啊 还要注意 它被谁环形包扰 十二指肠 好关于一线的解剖 生理内外分泌功能 那么在科姆三已经讲过 在这里面不做追述 学贡也都讲过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下列为一二CP的适应症 除了啊 除了什么 提性一线炎 因为一二CP本身可以诱发一线炎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咱应该选B 好 继续来看 一线疾病和胆道疾病 互相关联的解剖学基础是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了 胆管下端和一管 共同汇合 形成一个胡腹部 开口在哪个位置 开口在十二指肠道 大乳头 对不对 没正确 再来看哪一个 共同通道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调 共同通道学说 也就是说 胆管内的结石 掉到了胡腹这个部位 共同通道 影响到胆汁排出出现黄胆 影响一夜排出 可以诱发一线炎 共同同道学说 也计我们讲到 小儿疾病的时候 说如果这段 河流异常 特别长 特别长 导致这个胆汁一夜 在这里面存留 存留存留 会导致什么 向上反流一夜 一夜捕食了 胆管下端 导致局部膨出 那叫做先天性胆汁管扩张症 也就是我们讲到小儿外科的一个 原来叫做先天性胆中而囊肿 就是因为一肝管河流 过长 引起的 答案选B 好 下面一线的先天性疾病 先天性疾病 好 来快速过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环状一线 环状一线 那说到环状一线 就是环形包容了 十二指肠 对不对 前面讲没讲过 讲过了 环形包容十二指肠 会引起哪些表现呢 快速来说一下 快速来说一下 苏老师压迫了十二肠 出现了梗阻 对呀 出现了梗阻 受压的表现 所以说主要的症状为什么 主要的症状为 呕吐 呕吐 那么要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 必须做手术 做手术 是把空肠 提上来 和十二肠 近端 这个位置做 吻合 好 明白 十二指肠和空肠的 侧侧吻合手术 绝对不能做 一线的切断手术 不能做 那会导致遗漏的 会导致遗漏的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缓状线 另外一个就是 异位的一线 一线组织跑偏了 不在这个位置待着 去哪了 去十二指肠了 去十二肠 还去哪了 还去位了 还去哪里了 还去空肠和回肠了 说老师 这个一线组织 意味到粘膜层 和粘膜下层 所以它就会导致 这个部位 特别薄弱 薄弱以后 就会导致局部膨出 所以形成什么 形成各种 七十 位的七十 十二指肠的七十 空肠的七十 忘了 小肠 末端会长 两米以内的 叫做什么 每克尔七十 每克尔七十 对不对 考试就考你了 最常见的是哪一段 十二指肠七十 好 这是一线 一线 这边是什么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意味一线在十二指肠 这就形成十二指肠 七十了 这个是什么 最多见的 好 一位一线 说到这 下面来看题目 环状一线 说法恰当的是 好 一起来看 先拿个选项 A选项 环状一线 最常见的是 黄胆 错了 它压迫的是谁 它抱住了十二指肠 导致了梗阻 应该是呕吐 而不是黄胆 环状一线 那一般不含 正常的线炮和异岛 有没有正常的线炮和异岛 有正常的线炮和异岛 而不是不含有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好 C选项 环状一线 多数可以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 那最主要的是呕吐 说法正确 环状一线 是最常见的 一线的先天性疾病 老师 这个好像有问题 好像有问题 好 下面 手术治疗 应该是切断一线组织 错了 是切断吗 不是切断 应该是做什么 测测的吻合 对不对 应该是做测测的吻合 这是我们说到的 缓状一线 缓状一线 大家错对了吗 当然这里面 有些学员会对这个 有疑问 苏老师 缓状一线会不会引起 明显的临床症状 不会呀 主要是它压迫了什么 十二肠 当然这个主要跟它压迫的程度有关系 下面一个内容 一线炎 一线炎非常重要 在科曼相关专业知识 以及科曼三专业知识 我们都有讲解了 都有讲解 好 这里面我们再来快速的整理一下思路 一线炎 第一个 在中国非常多线 最主要的因素叫什么 胆原性一线炎 好 胆道疾病引起的 这是第一 好 第二 它是什么炎症 它早期叫做化学性炎症 一线分泌一枚 要把自己消化掉 自杀式袭击 同时诱发了大量的炎症因子入血 引起了周围胸管扩张 周围胸管扩张 血都去了外周 回到心脏的血少了 射出去的血少 这个人出现了休克 这个人可以出现休克 对吧 那么到后期 激发了细菌感染 化学性的炎症 可以变为细菌性的炎症 可以出现腹膜后的感染 以及一线的脓肿 这是我们讲到的那种 好 另外 它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叫做水肿型 一种叫做出血坏死型 水肿型对应的是轻型 出血坏死型对应的是重症一线炎 当然这是老皇帝了 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我们普埃克的医生 必须要掌握 在临床分型时分成三种的 轻中重 那如果加了一个中型 就是一过性的器官功能障碍 很快就恢复了 这属于什么型 中型 这是我给大家补充的一个内容 补充的一个内容 那考试又考你了 一线炎最典型的疼痛是什么 上腹部疼痛 特点是持续性 特点是呕吐以后 无缓解等内容 对不对 不能使用马飞 还会引起奥迪克力机精卵 哪个体位能缓解 弯腰抱膝胃 可以缓解 这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杜老师 那考试特别喜欢考出血坏死型 一线炎 还有哪些特征 特征很多 这是高频考点 我这里面给大家随便说上几个 比如说格雷特诺征 斜腹部青紫色鱼斑 可以 肚脐周围的青紫色鱼斑 卡伦征 还有我们讲到的 出现了腹膜炎 急性弥漫性腹膜炎 也考虑出血坏死型一线炎 还有我们讲到的 低钙血症 也考虑出血坏死型一线炎 这些都属于什么 高频考点 另外这个一线炎 看一下这是什么 格雷特诺征 肚脐周围的青紫色鱼斑 卡伦征 好再来看一下 杜老师你为什么放了一个CT呢 放一个CT就告诉大家 它可以看到一线炎的并发症 也可以区分一线炎的分型 它只是单纯的水肿呢 还是已经出现了出血坏死和化浓性改变了 所以说增强CT可以区别水肿和坏死 死的东西 噪影剂是进不去的 水肿的噪影剂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要想区分分型 通过临床症状 如果说影像学检查 那么就选择增强CT B超能不能搞定 不能 评扫CT行不行 不行 只能选择增强CT 大网膜过来包裹了这些液体 形成了一个囊种 囊壁没有上皮细胞 所以称之为甲性囊种 这就是什么 甲性囊种 具体的 我在题目当中 再帮大家去剖析考点 好 一起来看一下 下列有关急性离线炎的各项 检查当中 那么最早出现异常的是 好 最早检查的指标 应该选择什么 是不是 淀粉酶啊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淀粉酶中哪一个 血淀粉酶 血淀粉酶是先知先觉的 数小时就可以升高 24小时就达到了高峰 对不对 三天就开始下降了 尿淀粉酶呢 24小时才开始升高 所以说尿淀粉酶叫做 后知 后觉 后知后觉 下面一题 40岁的男性 饮酒以后突发腹痛 好 考虑一线炎 喝酒引起的 持续性疼痛 这是一线炎的特点 很快波及至全腐 那好律挺严重的 恶性呕吐 再继续 压痛反跳动 肌紧张 出现了腹膜炎 考虑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好 其中 卡伦征 青紫色育斑 也考虑 重症一线炎 淀粉酶增高 一线炎 决定行手术治疗 没问题 被考到了治疗 水肿性一线炎 多选择 保守治疗 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多选择 手术 清除 一线坏死组织 对吗 正确 那么常用的 处理措施当中 最重要的是 清除坏死组织 同时摆放 引流 对不对 对 所以正确答案为 一清 二隐 一清 二隐 清除坏死组织 防止感染 进一步加重 对不对 好 第二 放置引流 把脏东西 农业坏死 继续持续引流 对答应该选 五一 五一 好 下面一道 共用题 干的题目 45岁的中年男性 饮酒 八小时出现 中上腹疼痛 中上腹什么脏气 胃 一线 铁肠 到底是哪一个 放散至两侧 腰部 靠腹膜后的一个脏气 考虑是 一线 好 压痛 以及肌紧张 两侧腰腹部 蓝棕色鱼斑 可以了 两侧腰腹 蓝棕色鱼斑 叫做 格雷特诺征 考虑出血坏死心 血压下降 脉率增快 最可能的诊断 直接实锤了 激性一线炎 并且括弧 出血 坏死心 杜老师 为什么出血坏死心 就会出现这些鱼斑呢 出血坏死 出现了什么坏死 脂肪坏死 血管破裂呀 引起了 好 下面 下面哪些检查 应首先选择 应首先选择 想一想 最有特性的 血淀粉煤啊 所以当然应该选 死地 送分题 好 下面第三问 诊断 尚未明确之前 不能盲目的使用 疹痛药物 尤其是什么 马肥类的 马肥类的 会导致 奥迪斯 阔约基 症卵 导致一夜 排除受阻 出现 加重病情的情况 对吧 不能使用马肥 好 如果说急性一线炎 千炎不育 它就可以变成 慢性一线炎 为什么呢 慢性一线炎 这些病人 没准都是有急性一线炎 哎呦 大夫 我又一线炎犯了 好 过一段时间 再来一看 吃不好 睡不好 脂肪瀉 体重减轻 慢性一线炎 可以见到 一管 扩张 一线 盖化 这叫做慢性一线炎 慢性一线炎 抓哪些内容 前面我们在专业知识 已经学过了 我这里快速说一下 脂肪瀉 对不对 体重减轻 反尿病 上腹痛 那最典型的症状是哪一个 上腹部疼痛 也就是说一线炎 急性的慢性的和一线炎 都可以表现上腹部疼痛 而且是最主要的症状 好 那么关于这一个 如何跟这个癌症基因鉴别呢 术中快速冰冻穿刺细胞学检查 敲黑板发重点 我在临床做了很多慢性一线炎手术的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啊 术中送了快速病人 最后都诊断为一线癌 就是说现在就有人提出 说慢性一线炎 就是一线癌的癌症病变哦 好可以啊 下面关于慢性一线炎的治疗 慢性一线的治疗 减轻疼痛 延缓疾病的进展 敲黑板发重点 慢性一线炎能不能治愈 不能治愈 一线细胞都坏死了 都没功能了 怎么治愈 无法治愈 要小心什么呀 小心恶变 小心恶变 苏老师慢性一线炎 到底怎么做手术呢 有一年考试就考了这么一道题 说慢性一线炎的手术方式 不包括下里哪一项 快速刷一遍耳朵 奥迪士区域切开 切开以后促进一页排出 好第二 一管控肠吻合手术 你一页排不出去 一管前面出现萎缩 后面憋的扩张了 对不对 所以我直接可以把一管 吻合到小肠 让一页直接排到肠道里面 可以 好一线切除 一线切除 严重的纤维化 没功能了 好切除 好一线切除 一管引流的手术 那一般切除哪的病变 切除一头部位的病变 缓解压迫 使一体位的 这个再进行什么 再进行引流 再进行引流 所以说这是几个手术方式 最了解 这是最难的程度了 最难的程度 好下面 关于慢性一些NCT表现 错误的是 串珠样改变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一般来讲 这是一线 你这个部位狭窄 就把这些部位 憋成扩张了 对不对 串珠样改变 说法正确 一线明显 曾大叔老师不知道 见到钙化斑 这里面形成了结石 小的钙化 在这个分支一管当中 都有钙化 正确 好 假性囊种形成 就是慢性 可不可以形成囊种 可以准确 好 移膜增 移腱筋膜增后 对呀 因为移腺和肾脏 都在腹膜后 所以说成门失火 殃及吃鱼 可以反复刺移腱筋膜 表现为增后 好 移腺明显 肿大错了 到后来 移腺是萎缩的 慢性来讲 一般都是什么 萎缩变小的 比如说慢性肾炎 颗粒性固缩肾 对不对 也是萎缩变小的 干硬化呢 干硬化到后期 也是什么 萎缩樱化变小的 那你慢性一线炎 最后也是 萎缩樱化变小的 对不对呀 对的 答案选B 而急性一线炎的表现 好 下面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一线甲性囊种 说老师 一线甲性囊种 你不是说了 它是一线炎的 并发症吗 局限并发症 对呀 一夜外肾以后 大网膜过去 把它包裹 形成的叫做 一线甲性囊种 为什么叫甲性呢 囊臂没有伤皮细胞 那它也是最常见的 局部并发症 好 抓几个重点吧 考试可能会考到的 第一个 它是最常见的 局部并发症 对不对 老师 它可以有什么表现 那它的表现 主要是因为 它逐渐增大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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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大之后会压迫谁呀 好 来看一下 这是12指肠 这是一线 你这有个大脑种 压迫压迫 那就压迫了12指肠 流出道耿阻 所以可以表现为什么 恶心呕吐 那主要症状就是什么 压迫症状 老师 不能让它压迫啊 那有时候查体的时候 一摸 哎呦 你这怎么怀孕了 开玩笑了 那其实这是什么呀 上腹部的一个包块 对不对呀 所以说 一般可以触及到一个包块 越来越大 那就不行了 越来越大就得处理啊 所以说 有年考试就考到了 一线甲性囊种的手术指证是 越来越大 就压迫了 出现了并发症了 出现了感染了 一线浓肿了 一周浓肿了 出现了出血了 就得做手术 那做手术怎么做呢 大概分成两种啊 大概分成两种 第一种 叫做外引流手术 也就是一线周围这个囊种啊 这个囊壁长得不结实 我只能这放一个管 把它引流出去 引流出去 这边接个引流袋 这叫做外引流手术 引流到体外 那么另外一种 叫做内引流手术 你要想做内引流手术可以 必须囊壁长得足够结实 把空肠接上来 让一夜排进去 对不对 帮着我们消化食物 这叫做囊种空肠的 入外吻合手术 那这里面有个条件 需要几周以上 六周啊 内引流手术要大于六周 囊壁长得比较结实 比较结实 当然其实在临床实际工作 要比这个难得多啊 曾经我有一次啊 就狠狠地受治了一下 大概也有十来年前了 收治了一个病人 当时是一线炎一线甲性囊种 好 收住院啊 这个时间也很长 都已经几周了 八周了 准备做手术 结果呢 术前大概三五天的时候 病人就觉得疼痛 哎呦 大夫疼痛 好吧 我做了个B超 也没有太大的发现 后来准备要做手术 后来主人就说了 你做一个CT看一下 好 我一做一个CT发现什么呀 哎呀 囊肿快速的比原来增大了 还增大了 所以说原本很结实的囊壁 突然变得又不结实了 对不对 里边还并发了什么 还有高密度的出血 能做手术吗 那就不能做手术了 所以又被主人狠狠地上了一课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理论化 当然啊 我这只给大家告知 明床和考试是有区别的 那我现在教大家最重要的 是让大家先通过考试啊 你先过了考试 成为一个和米格的准主治医师 然后再去临床历练 就是在后面 我们临床还可以跟大家慢慢交流 对吗 所以现在主要以什么为主 先过考试 先拿证 所以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干货 就不给大家讲故事了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乐歌的良苦用心 那做什么手术呢 囊肿和空肠的入外吻合手术 入外吻合手术 对不对 抗反流的手术 那具体是怎么来做的 就是这样来做的 囊肿 空肠提上来 做入外吻合手术 具体手术怎么做 大家不用去看 当然在临床比这个还要复杂的多 我在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 也给大家提到了 感兴趣的学员 可以把这张表格好好去看一看 对你影响 颇深 颇深 老师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大囊种呢 说明这个一线 这个一管排一页可能不通胀了 一页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里增大了 对吗 那为什么这边不通 我能不能先把这边搞通 如果它能流走 我是不是就不用做手术了 对呀 所以说在临床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放什么呀 先放内镜下的内隐瘤啊 内镜下什么 ERCP 放一管的指甲管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思路啊 我认为啊 考试要考到这种程度 这才是好题 好 下面一线的肿瘤 一线的肿瘤在前面给大家讲没讲过 重点讲过了 什么呀 一线癌 一线癌压迫胆道以后 会出现什么 进行性的黄胆 对不对 对 好 那来看一下 一线癌 胡腹癌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 一线癌 一线癌 容易发生在哪 一头 容易发生在一头 好 第二 它逐渐压迫黄胆 最典型的症状叫什么 进行性黄胆 进行性黄胆 好 第三个 老师 它病理类型是什么 一线能分泌 一叶 一叶是谁分泌的 先体分泌的 所以说它最多件的病理类型叫什么 叫线癌 叫做线癌 老师 那说 它最危险的因素是什么 这个是大家容易答错了 最危险的因素是吸烟 是吸烟 不是饮酒 是吸烟 我们说肥胖 饮酒 糖尿病 其他因素 那现在已经被确认的 是吸烟 好 第五个 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若老师到后来出现了进行黄胆 那最早出现的叫什么 最早出现的叫做上腹痛 上腹痛 向哪放散 向腰部放散 对不对 若老师特征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是什么 CA199 首先的检查做什么 做B超 B超看不好 建议进一步做什么 做CT 其实在临床用CT 还更有意义 CT看到的是什么 增强CT 建到了一个发血共的这个种块 来能够确定 所以有的时候 考试考出来 到底选B超 还是选CT呢 建议大家选CT 因为一线本来位于覆没后 前面有胃 前面有肠管的堵塞 你一般来讲啊 超生不容易看到 它这个发血共的种类 所以考试真正考出来 我建议大家选CT 也就是说 你做CT 是首选动影像学检查 它可以定位 也可以定性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看它周围的 侵犯的情况 所以如果真正考虑到 一线癌的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选CT 但有一年考试 真的考出来了 说他选择体检 筛查 那你就选谁啊 选B超吧 因为CT 有点显得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检查 检查 那苏老师 一线癌的治疗 说一下呗 可以 那如果再一头的三叉口了 那只能选择一十二肠切除了 说赵老师 你说了这么多次的一十二肠切除 你做过吗 经常做 那一周里面做上一两粒 对不对 那这个一十二肠切除处 到底切除哪些脏器呢 认真来听哦 切除大部分的胃 十二指肠 胆囊 胆管 还有什么呀 一头啊 空肠的上端 整个的十二肠切掉 然后苏老师 这么方圆一公理权切除了 诶 正确 那应该再怎么办 好 这边有一部分的胃 这边有一部分的遗体尾 好 这边还有什么呀 还有胆管 那把这些都拿走之后 分别做胃肠吻合 胆肠吻合 胰肠吻合 对不对 苏老师 那有没有一个吻合的顺序呢 有 当然这个根据情况 有人 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什么呀 先做胆肠吻合 然后再做胃肠吻合 最后做胰肠吻合 它也是有顺序 也是有顺序的 苏老师的吻合的方法有很多 什么降落散事啊 什么红式一针法呀 对不对 非常多了 非常多 当然注意 苏老师做完这个手术 那是不是会发现 胃肠漏 胆肠漏 和胰肠漏呢 对呀 小心遗漏 那考试可能今年就会考过来 做完灰泼手术以后 引流管中出现了混多性的 送简化验 淀粉没增高了 问你该患者最可能考虑的 遗漏呗 对不对呀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关于胰腺癌的内容 苏老师呢 胰腺种族是不是只有胰腺癌 还有什么 胰腺的囊腺癌 那么胰腺的囊腺癌 不容易发生在胰头 胰腺癌才容易发生在胰头 那如果说囊腺癌呢 囊腺癌容易发生在 胰体尾部 那苏老师发生在胰尾部的手术 和前面是不是不一样 对呀 胰体尾后面有痞 我们可以选择胰体尾加痞的切除手术 深知可以单独的切除胰体尾 痞都还可以保留的 那叫做胰体尾切除 薄痞的胰体尾切除手术 是不是 这两种手术方式都可以 就是说长在胰头的最可怕 三叉路口 功能太多 它功能太多 好 下面来看一个题目 怀疑腺癌首选的检查方法 这道题 首选的方法 大家觉得 要是你选哪一个选项呢 有些选手老师 我选B超 我建议大家选CT 因为什么 已经高度怀疑腺癌了 所以说 它如果说筛查 我们选择B超 如果考虑腺癌 我们就选CT 可以定性 可以定位 还可以看跟周围的侵犯情况 那如果说做增强CT 加重建 是极好的 三维重建 三维重建 好 B超 B超有一定的意义 周老师 有的时候 如果B超发现 那个占位性病变 又不能确定是一线癌 有什么进一步的方法呢 得选择 超生定位下 穿刺整物 看它的细胞血检查 穿刺细胞血检查 好 再来看一个题目 65岁的 进行性黄胆 停 胰腺癌典型的一个症状 就叫做进行性黄胆 初步考虑是一头癌了 中上腹持续性疼痛 像是一线癌 好 其右上方身压痛 考虑一线癌 酷瓦基癌症阳性 好 来看 酷瓦基癌症阳性 是不是只建于一线癌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线癌 一线癌逐渐压迫胆道以后 导致黄胆进行性加重 没问题了 胆汁排除受阻 会导致肝内胆管扩张 会导致胆囊无腾性肿搭 这可以解释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 酷瓦基癌症阳性 也就是说 从胆总管以下的恶性肿瘤 都可以引起 也就是说 胆管下端癌 一头癌 不腹癌 都可以引起酷瓦基癌症阳性 所以它并不是指向一个病 而是指向于一类病 所以哪一个 一头癌 一头癌 好 一线难线 我刚才说了 它特别容易发生在什么 一线的提尾部 不多说了 基本上可考性不强 不强 胡福不哀 波动性 黄胆 波动性黄胆 这个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在这里面 不多说 因为这里面给大家总结了一张表格 自行去对比 我预测今年考试这里面最少考一分到两分 确性价比多高啊 对吗 跟着来学 必有考题 必有考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时二上切除手术 一时二上切除手术 胃肠吻合 胆肠吻合 胰肠吻合 胰肠吻合 来看一下正常的走行 吃了食物以后向下走 向下走 胆肢开始工作 胰腺开始工作 排斥胆衣混合 帮助去消化食物 大概这样的一个走行 好 胰腺癌的耗发部位 胰腺癌耗发生在胰头 尤其是胰头的沟突部 答案选 好 下面 伴有耿阻性黄胆的胰头肿瘤的探查 发现肿瘤切除困难 为了消除黄胆 应该做 也就是肿瘤不可切除了 那此时 我应该做什么治疗呢 我来给大家画一个 画一个 胆囊 好 来看一下 胆肿管和医管 会合形成胆衣糊符 开口在十二指肠 现在有梗塑性黄胆 好 压破了胆管 现在这个做不了手术 这一块不能动了 那我只能在它的上游进行引流 对不对 做胆管 胆肿管和谁的吻合 老师可不可以做空肠的吻合手术 好 把空肠提上来 说老师做十二肠 你十二肠怎么翻上去 十二肠在腹膜后呢 所以说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胆管和空肠的吻合手术 所以应该做胆肿管和空肠的吻合手术 十二肠在腹膜后不固定 空肠是在腹腔里面游离的 直接把游离的空肠提上来 它不香吗 它很香 朱老师你的ABCD都会做手术 那我可不可以不做手术 我从这块引流一个PTC 把它上面的胆肢从引流到体外 可不可以 这也是一个办法呀 但是选项中没有 对吧 所以说我们做的是选择体 我觉得就给大家降低了 很大的难度 好 下面再来看一下胰腺的内分泌肿瘤 胰腺的内分泌肿瘤 胰腺内分泌肿瘤 在专线知识3 我们已经讲过了 胰岛素瘤 胰岛素瘤的特点是什么 胰岛素瘤的特点 不就是产生胰岛素吗 产生胰岛素吗 胰岛素降血糖 对不对 所以会出现什么 灰泼三连症 朴老师你还是给我全一下重点吧 好来全一下重点 第一个 它是产生的有功能性的肿瘤 产生什么 胰岛素 好 产生胰岛素以后会导致低血糖 所以表现为灰泼三连症 三连症 空腹低血糖 空腹低血糖 血糖小于2.8 给糖以后 症状马上缓解 搞定 灰泼三连症 如果说是组织瘤 那是不是一道素瘤 都是两性的呢 这里你要注意 这个细胞瘤 有没有恶性呢 有 那说如何判断它是恶性的 有点考试就考到了 恶性的特点 就是浸润和转移 对不对 对 当然一般来讲 有功能性的最为多见 最为多见 那已经确诊手术治疗 它容易发生在哪 容易发生在体尾部 好 下面一个 醋胃蜜素瘤 又叫做醋胃液素瘤 醋胃液素瘤 那这个又叫什么 叫做卓碍综合征 好 来说它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恶性 对吧 好 第二个 醋胃液素分泌增多 哪个细胞分泌呢 这细胞分泌 醋胃液素增多 导致胃酸 肝酸增多 胃液增多了 胃酸增多 胃酸增多 胃酸增多以后 病人会经常觉得 哎呦 烧心 烧心 酸过多以后 会导致什么呀 顽固性的溃疡 顽固性的溃疡 对不对 所以 到后来 如果说溃疡根本治不好 那我们选择什么 还可以选择手术 手术怎么做 肿瘤切除 还有呢 全胃切除 对吧 全胃切除 当然这个只考过一次 只考过一次 好 一高血糖素瘤 前面我们说了 一高血糖素 哪个细胞分泌的 第一个 二个细胞分泌的 一般来讲 是良性恶性 恶性 恶性 哦 苏老师我明白了 这些有功能性肿瘤 好多都是恶性的呀 对呀 它引起的不是低血糖 而是高血糖 高血糖以后会出现什么 糖尿病 糖尿病和皮炎综合征 皮炎综合征 还会出现皮炎 对 什么皮炎 迁移性的红斑 迁移性的红斑 可以发生在腹骨沟区呀 会阴呀 舌部啊 这些部位 苏老师呢 如何来这个去 加速这个皮损的愈合呢 不腥 不氨 不氨基酸 不氨 不氨基酸 促进愈合 苏老师 那针对 宜高血糖素瘤 它既然是有功能的 还是恶性肿瘤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治疗 你猜 是不是手术治疗啊 所以也是选择 手术治疗 头是有功能性的肿瘤 就选择 手术治疗 那么常态瘤 也是如此啊 也是如此 手术 切除 手术切除 这是我们说到的内分泌肿瘤 也就是这些肿瘤 都有什么呀 都能分泌一些激素 都有内分泌的症状 好 来看一下 多内分泌综合征 苏老师 这两个什么区别啊 这个都是单一的 你要么分泌胰岛素 要么分泌醋胃液素 要么分泌的是 胰膏血糖素 都是单一 一对一的关系 而这个多内分泌综合征 它作用在好多个线体 所以会引起多个的内分泌线 的功能抗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 MEN MEN 那它又可以分为 MEN的一型 和MEN的二型 那比如说MEN的一型 我们在专业知识也讲过了 它能做在 面交系统 出现面交系统结实 假装环线功能抗性 具体功能抗性 一线粗壁液素流 等等 对不对 而这部分内容 我们在专业知识 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里面不做赘述 自行去学习 自行去学习 好 下面我们整体的 来做一下 关于一线疾病的题目 急性出血 坏死心理血炎 严重的临床表现是 这可是我们重点强调的 来看一下 老师出现了剧痛 高热 持续不退 那考虑坏死了 常伴有休克 坏死了 急性弥漫 修腹膜炎 坏死了 好 重症的时候 敲黑板花终点 这个我没有说 一线坏死以后 释放的胰霉不入血 都在覆膜后 你在血中能不能监测到淀粉 不能够啊 所以说越是一线炎越重 它的淀粉霉 确实越低的 说老师还有哪个 跟它非常像呢 还有个肝功能的损害 肝损害越重 那么 这个转胺霉 越低 对不对 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 说老师 是不是有约跟它唱反调的 对 跟它唱反调的是什么 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范围越大 霉血越高 所以说成正比的是心肌坏死 那么 重症一线炎 和肝细胞的坏死 越严重 它越不会入血 不会入血 它反倒会出现降低的 会出现降低的 所以答案选哪一个 以上各点 都是重症一线炎的表现 答案为 B选项 好 下面来看一个B型题 不痛寒暗高热黄胆 飞虎对胆管炎 答案选B 无痛性 进行性黄胆 应该考虑的是 一头 答案选A 好 关于一线炎叙述 不正确的事 又是一个反向提问 好 后发年龄为 20到30岁之间 一线炎 容易发生 一线炎属于上皮细胞 发生的肿瘤 那应该是多减于 中老年人 你年轻人就得了一线炎 这还让年轻人活不活了 所以答案就选A 应该是多少 四五十岁以上 四十到五岁以上 好多见鱼头正确 导管细胞 正确 好 浸润到周围正确 所以它可以出现什么 淋巴转移 诊断困难 切除率低 育后差 对 对 一线癌的育后极差 不要说五年生存率 两年生存率都很低 更不要说五年生存率 五年生存率 我们说有30%的一线炎 发现的时候 就是晚期根本做不了手术 有原来 这是原来的一个说法 30%的病人可以手术探查 手术中 术中探查发现 侵犯了 做不了手术 真正能做手术的病人 大概就是20%到30% 这也提示了 它切除率低 诊断完 好 下面 42岁的女性 经常在空腹夜间出现 乏力心慌出冷汗 是不是低血糖的反应 像 进食口服静点泼汤以后 马上会缓解 好 灰泼三连针的第二针 好 血糖小于2.8 第三针 好 三连针有了 应该考虑的是 胰岛素瘤 答案为二B选项 对不对 没跑 好 下面 胰岛素瘤的临床特点 哪像是不正确的 好 主项来看一下 核糖低水平线正确 饥饿诱发实验 正确 好 胰岛素增高 多少 70%以上 这个在专业知识 也做到过 那既然是 专业实践能力 我们就来做一做 按理分析题 挑战一下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好的 看一下 40岁的中年男性 聚餐以后 饮酒半斤 出现了 上腹部疼痛 腰背部放散 考虑一线炎 腹胀逐渐加重 有胆结实的病史 体温增高 血压下降 肌紧张 反跳动 移动性 灼阴阳性 停了 好 有黄胆 有腹膜炎 有腹水 饮酒以后 那考虑是什么 脊性 一线炎 脊性一线炎 好 来看题目 此时 适宜的检查室 朱老师不是心肌梗死 排除 好 来看一下 腹部的核磁 腹部做核磁吗 一线炎做什么 做皮超 做增强CT 对不对 不是做核磁 CT做不做 CT做 测电粉煤 朱老师为什么不腹腔专刺 而不是抽血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重症一线炎 我们说了 看这个人是不是重症一线炎 胆结实 巩膜黄染 全腹压动 反跳动机紧张 朱老师出现腹膜炎 而且短期内出现大量的腹水 这考虑是重症一线炎 重症一线炎既然有腹水 水中的淀粉煤高不高 高啊 朱老师一线在腹膜后 怎么就跑到腹水当中呢 那出现了腹膜后的通透性增高 淀粉煤已经进到腹腔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可以出现腹水 淀粉煤增高 就应该进行检测4D 冯湿系列三大常规 选哪一个 老师三大常规应该做 冯湿系列不考虑 好 一线穿刺 需要做一线穿刺吗 不需要 一线穿刺是高度考虑癌的时候才去做 好 下面腹部的B超 腹部的B超可以做 肿瘤系列 不考虑肿瘤排除 好 背冠肠血清钙胃精 应该做哪一个 应该做胃精 胃精吗 胃精不做啊 应该做的是什么 血清钙 重症一线炎 会出现一线坏死 一线坏死 一线坏死释放一个酶 叫做脂肪酶 脂肪酶会分解脂肪 形成脂肪酸 脂肪酸结合了钙离子 那么会形成脂肪酸钙 在一线表面 又出现星星点点的造化弯 对吧 结合了血钙 就血中的钙就低了 所以会看 低钙血症 反应是重症一线炎 所以正确的按眉 CDFHD 对吧 好 下列哪项检查 支持重症一线炎的诊断 好 我们看一下 A选项 一线显示肿胀 周围少量肌也错了 这是谁重型一线炎的表现 应该是增强CT显示 一线坏死 对吧 好 没有显示排除 出现全身感染重症症状 以及代谢问题 没有问题啊 全身症状重症 出血坏死 型一线炎 好 腹腔穿四 有血性的 符合 上腹部压痛 轻微的肌紧张 轻度的肤张 好 说的都是轻度的 我们急性重症一线炎 应该是全腹压痛 反跳动 急紧张 好 排除 好 体温38度 体温38度 我们说重症一线炎 体温应该是明显的高热 39度40度以上 好 排除 出现急性性功能衰竭 没问题 重症一线炎 往往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 累积到多气管功能 所以说 一线炎的病人是可以猝死的 就是因为大量的炎症因子 释放出现了MOF 多气管功能衰竭 那你ARF ARDS 以肾衰 加起来不就是MODS 也可以出现多气管功能衰竭吗 F选项正确 好 氧分压小于60 氧分压小于60 不是ARDS 影响了呼吸 肺的换气 出现了低氧血症吗 负荷 所以我们给出的选项应该是 BCFG 四个选项 好 下面第三份重症一线炎的手术止症 有 病情越来越重的 出现气管功能衰竭了 我们说所有的手术止症就是 原发病不明确的 越来越重的 保守治疗无效的 严重并发症的 对不对 保守治疗无效的 继续来看 一线出现了坏死感染 应该清除坏死组织 加引流 对不对 符合 并发了肠穿孔的 并发症的 正确 合并的胆道疾病 有胆管结实的 急性更俗性化能性胆管炎 处不处理 处理 既往是慢性一线炎 慢性一线炎 你这次来凑什么热闹 不需要 排除 一周出现了脓肿 并发了感染的 对的 好 不能排除其他外科脊肤症的 是不是应该进行处理 正确 好 所以这道题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道题如果大家背下来 对你来做其他的疾病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 好 下面第四 关于患者愈后的表述 正确的有 哪项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愈后的表述 淀粉酶越高 体质病情越严重 错了 淀粉酶的高低与病情 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所以说 错 错 直接排除了两个选项 C选项 血钙越低 体势越厚越差 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血钙降低 体势了重症一线炎 重症一线炎 当然愈后会差 所以这个是相符的 C正确的 血钙低于2.0 肠提势病情严重 正确 钙离子被结合了 说明一线坏死了 坏死了 如果长时间进食 血糖仍超过11.1 同时扮有血钙降低 体势愈后不好 对不对 没问题 前面就是这样讲的 正确 血糖低于3.0 同时血钙降低 体势愈后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师这个我有疑问 来看一下 你为什么是血糖降低呢 正常我们应该是血糖升高 对不对 你上一道题刚说了 血糖升高 为什么 一线损害以后 干扰了它正常对血糖调节 所以说血糖会出现什么 升高 而不是降低 所以有没有F选项 没有 注意啊 矛盾选择法 两个选项矛盾 你选了一个 就不要选另外一个了 下面 白细胞基数超过16000 体势愈后不良 白细胞基数越高 体势重症感染 正确 MODS常预示 体势愈后不好 对啊 多器官功能都出现障碍 随时有可能猝死 体势愈后不好 所以我给出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H G E D C 对吧 好 第五问 患者出院一年以后 反复持续性腹痛 下列哪项 直持慢性胰腺炎的诊断 这道题出的够本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腹痛时 电脂病增高 这不是慢性 复发性胰腺炎吗 A正确 好 分检可以见到脂肪球 这不是脂肪蟹吗 那脂肪蟹 什么叫脂肪蟹呢 我们都知道 吃了油腻的东西 需要脂肪酶 帮助去消化这个脂肪 你现在一线都没功能了 吃油就变油 所以说慢性胰腺的病人啊 大便完以后 整个便池里面 飘着一层油花花啊 哎 这就是什么 脂肪蟹 脂肪蟹 B是正确的 好 C 持续的抵取糖 错了 慢性胰腺四连针 应该是糖尿病 应该是高血糖吧 排除 患者反复上腹部疼痛 想要胃部放散 正确啊 哎正确 这叫什么 上腹痛 四大症状之一 再继续 患者肥胖 营养过剩 近来体重出现了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体重增加呢 还有一个表现 叫做体重减轻哦 对吧 你一枚都不释放了 你糖蛋脂 吸收都受影响了 光吃补胖都变出去了 哎经常有人就说 哎呦 你这个人直肠子呀 他不是直肠子 但是消化不了食物了 B超显示一线肿胀 一线是肿胀吗 苏老师一线应该是萎缩了 是不是前面我们讲过排除 好下面ERCP显示主义管成串珠样 不规则扩张 对不对 正确 CT显示一线不规则的低密度冰造 大量的渗出 低密度冰造考虑是一线L 不正确 好 苏老师那一线渗出 一线渗出这是极星一线炎的表现 好 反复呕吐和变血错了 呕吐和变血是消化到出血 排除所以我们给出的正确答应应该是 G还有D还有B A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 再来学习 匹荡疾病